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的在这边一同来聚集 从道理上的学习让我们一同来长进 那在感谢主在昨天我们有很 在昨天我们很顺利的进行了今年秋季的灵恩布道会 在网路上面举行有许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参加 同时也是我们今年度西南区第一次的 第一次举行洗礼洗脚礼跟圣餐礼 就是有机会能够举行圣礼 这是神特别的恩典 当然可惜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弟兄姐妹 都有机会都能够在尔湾教会一同来领受圣餐 那这我相信大家也能理解 在目前的疫情的状况 以及政府法规的问题的要求下 我们只能够暂时的忍耐 那也求主耶稣让我们能够很快的 都能够回到我们的教会 都能够回到我们的会堂 能够在那边一同来团契 一同来举行圣礼 那我们在今天的聚会 我们继续的来看一下信徒生活须知 继续来看一下 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 认识主之后 决心走上这一条信仰的路 他有一些最低要求 最基本最低要求 那如果我们连这个最基本最低要求 都做不到 或者是 以我们现实的社会的情形来讲 其实我们连这个最低的基本要求 主一生来谈什么 主的爱激励我 就不用再讲这一切 因为在约翰主耶稣说 你若爱我就会收命令 那主的命令并不是难守的 难的是什么 难的是人愿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执着 能够舍弃自己的喜好 人愿不愿意放弃 来决定人能不能顺服 如同亚当夏娃 他们很清楚神的命令跟要求 但是圣经里面讲说 他越看越喜欢 就伸手摘下了 那善恶树上的果子 所以不是不懂 不是不知道 而是不愿意 去跟自己内心当中的贪婪跟欲望来作对 所以当我们连最基本的都不愿意去遵守 那就不用再花时间 谈什么重生 谈什么被爱感动 更不要谈什么 我要自主一生 这些都是自欺欺人的美丽童话而已 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的是 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 我们请翻到使徒传第十五章 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 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 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 二十九节 就是禁界寄偶像的物和血 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 这几件事 你们若能自己禁界犯就 愿你们平安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在书教会 这里说 有几件事是有时候 有时候有些人是不可少的 在这里讲说 有几件事是不可少 什么叫做 你只要做到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这两个的意思 这两个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里有人就讲说 那我们只要做到这几件事情 剩下的信仰生活 信仰路程 可以随心所欲的任意而行 那如果你是这样想 那你想的太多了 因为除了使徒行传以外 他后面还有加拉太书 以弗所书 菲利比书 有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后书 铁扫罗林加前书 铁扫罗林加后书 他有提多书 菲利门书 他有提摩泰前后书 彼得前后书 还有犹大启示录 圣经新约当中 洋洋洒洒的 借由许多的使徒 将神的话神的道 继续不断的告诉 当代的信徒 也是留给今天 我们每一位信耶稣的人 如果说今天 你只需要这一句 28节29节 如果说这是信仰的全部 几件事是不可少的 你就把它当作信仰的全部 那你剩下新约其他的教导 跟旧约许多的隐身预言 那你都不需要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不要总是想要超捷径 不要总是给自己找借口 这里讲说 唯有己见 不可少 就是最低最低的限度 你要做到这样 你才能够有资格 来继续这一场信仰的奔跑 就好像今天我们讲说 说你要参加一场赛跑 你要参加比赛 你要参加赛跑 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 几件事不可少 什么不可少 第一 你必须要报名注册 就是我们所说的 洗礼的拿了牌子报名注册 这是不可少的 还有什么是不可少的 你至少人要离开家中 到比赛场所吧 你不能够说 我就留在家里 然后在我的客厅 跑跑跑跑跑 我赢了 我赢了 你是在伴家家 还是在开自己玩笑 所以不可少 什么叫不可少 不可少就是 你至少要到比赛的场所 还有什么是不可少的 不可少的包括什么 你至少得有脚可以跑吧 这也是不可少的 我们这就不要跟 我们就不要讨论什么 奥林匹克的什么 残障奥运会 有的人坐轮椅也可以跑 我们就讲正常的状况 你要参加一场赛跑 你至少你要有脚吧 这也是不可少的 但是难道一场赛跑 他就决定在 你有没有报名 决定在 你有没有到现场 决定在 你有没有脚吗 当然他还有其他的东西 所以 这里讲的不可少 只是说 你要起步奔跑 这一条天国路 他有最低基本要求 那有些人就会指前面那一节 对不起 前面那一段 他说 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 加在你们身上 所以有人就是拿这一节 来做一个辩论 来做一个争执 他说你看 没有其他的重担 只要做到这几件事 不可少的事就好了 那我们读圣经 我们读圣经最怕的就是 断章取义 断章取义 拿一节经节把它抽出来 然后就将它一丝扭曲 然后把它美化 来符合自己的需要 符合自己的需要 就像我们之前有谈过 有人就讲 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就必得救 我现在嘴巴打开 说我信耶稣 心里相信说我是基督徒 我已经得救了 这是什么 这叫断章取义 这叫做自我欺骗 像这种自我催眠 自我安慰 你可以自己在那里 很开心的过日子 但是到审判之日的时候 主在宝座上说 你是谁 我不认识你 我不认识你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 活在这种欺骗的这种 这种 很多这种别人给你的 这种谎言当中 谎言 在这里你看 在前后文 讨论什么 他们在讨论的是 基督徒是不是一定要 守摩西律法 这叫做重担 所以他们在讨论当中 才会讲什么 才会讲说 为什么要把我们祖宗 所不能够 承担的这些外邦的门徒的身上呢 所以在这里 他所讲的重担 他所讲的重担 并不是其他信仰上的要求 我们看第十五章 十五章的第十节 十五章的第十节 现在为什么试探神 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复的恶 放在门徒的景象上呢 所以他们的这个耶路撒冷会议 所讨论的恶 讨论的重担 到底是什么 他们在讨论说 外邦信徒 你信耶稣 需不需要行割礼 需不需要守摩西律法 才能够得救 所以他的关键是什么 关键就是 得救跟摩西律法里面的要求 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有没有关系 行割礼 跟能不能得救 有没有关系 这是他们所谓的重担 在这里 这些门徒 这个起来说话 彼得起来说话 雅各起来说话 他说 我们历代以来 我们祖宗做不到 祖宗做不到 这些过去的律法 变成生命的重担 因为我们知道罪 却没有能力克服罪 这个是旧约律法的问题 你虽然知道律法 但是你做不到 你软弱 所以 人知道 知道善而不能行 这就是一个重担 这就是一个重担 所以呢 在这里他们所讨论的重担是什么 需不需要行割礼 是不是要靠摩西律法 才能够得救 这跟后来 你需不需要圣洁 需不需要行道 需不需要做好人 需不需要守教导的规矩 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在后来你看 使徒教会里面 或者是保罗彼得 这些书系里面 不断地告诉我们一些 信徒生活上的规矩 你要守到成圣节 你要明到之神的心意 你要忍受患难 在苦难当中坚强 所以这当中有很多的要求 是信徒必须拥有的 它并不是一个重担 而是我们要得神喜悦 所必须要努力的目标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两样事情混为一谈 借用这种混 把它搅 把水混 搅混了 有些人就是这样 我们看到很多所谓的 这些解经 或者牧师 他们就是把水搅混 欺负很多信徒 太相信他们 或者是 没有能力自己去分辨 他就欺负你 把水搅混 让你搞不清楚 然后就傻傻的信 最后就被骗了 人家这里讲的重担 跟后来教会对他们的要求 一点关系都没有 人家这里讲的重担是 要不要行割礼 需不需要行割礼来决定你能不能得救 这是他们讲的重担 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记住的 千万不要被那种 这个似是而非 这种混淆的道理所欺骗了 好 那我们就来看 什么叫做信仰的最低 最基本的要求 这里讲说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 就是境界记偶像的物 我们在上一次 上个星期的聚会当中 已经特别讨论过这个记偶像的物 它包括什么 它包括祭祀偶像的仪式典礼 祭祖拿香跪拜磕头鞠躬 它包括吃祭偶像的物 参与祭偶像的活动 不管是亚洲的大拜拜 或者是美洲的这些 打着基督教的名义 但是却是行这个拜异端神旨的活动 我们都不参加 都不参加 当然了 大家都是自由的 所以 其实我们在这里只能告诉你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强迫你 我们可以告诉你 圣经上是这样说的 我们可以告诉你 这个是道理的范围 但是你真正要怎么做 那是你跟神的事情 就像我上次有说 我就遇到有一个 所谓自由派 一个自由派的信徒 他常觉得说教会管太多 他觉得说教会管太严 他觉得说教会有太多的束缚 所以他就说 我家里我就是喜欢圣诞红 我就是喜欢这棵树 所以我就把它带回来了 不行吗 树也是神造的 圣诞红也就是一种盆栽而已 我就喜欢它 我就把它带回来 难道不行吗 犯罪吗 喜欢盆栽 喜欢自然 叫犯罪吗 当然 这个是 你喜欢盆栽 喜欢自然 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很好啊 没有什么问题啊 但是你每一年永远都只有在圣诞节的时候 突然喜欢起来了 我就是突然喜欢这个盆栽 我就是喜欢这棵树 我好爱它 我一定要带回来 那我这个人呢 又是天生的 就是喜欢这个 亮亮闪闪啊 我就是喜欢这种 这个装饰雕刻啊 这种各样的装饰啊 所以我就突然想要在这树上 摆一些灯啊 摆一些灵啊 没有 跟圣诞节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就是喜欢这样 我们家 我们家 我们很爱孩子 所以我们很喜欢送礼物给孩子 所以我就 准备了一些礼物啊 那就没有地方放嘛 家里小嘛 所以我就是只好把它堆在这些树下 那我上次已经说过了 随便你 随便你 这跟我一点关系都 讲实话 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家喜欢有树 你喜欢在树上装灯 你喜欢在树下摆礼物 你要告诉我说 没有啊 我们家只是刚刚好 有这样 跟圣诞节一点关系都没有 随便你 因为你不是木道朋友 你也不是初信者 你不是因为无知 而需要我们 劝勉跟教导 你是老信徒 规矩 道理 你比谁都明白 像这种人 我一向都不劝的 我都是说 随便你 因为这就叫做 印着心 印着景象的名 印着心 你可以尽量的 说服你自己 你也可以努力的尝试 来说服我 但是就算得到其他人的 背书 甚至传到说 你就是喜欢这个花 很好很好 他没有改变任何的事实 因为神是 见察人心的神 他太清楚你在想什么 他也太清楚你 为什么做些事情 所以 为什么要这么 为什么要尝试来 借着欺哄人来 做自我内心的安慰 这种是一种非常无聊的事情 非常无聊的事情 因为到最后 审判你的不是传道 审判你的不是教会的信徒 审判你的乃是神 神会看你的内心说 没有嘛 其实就是喜欢拜偶像 就是这样子而已 就是这样子而已 还记得我像大家所说的 不记得是不是在这里 还是在那个受洗班 有一个要受洗的弟兄 有一个要受洗的弟兄 那时候跟我说 他说传道我是独生子 你说洗礼之后 不能够跪拜祖宗 不能拿香 也不能够 这个父母离世 也不能祭拜 那这种我有一些困难 我说有困难 你就再等等 不用急着洗礼 但他跟我说 传道我有个办法 就是你看了 我们祷告也是跪着 那我就是这样子 说有这个长辈过世 需要这个拿香跪拜磕头 我不拿香 但是我跪 可是我跪的时候啊 我心里念 里念哈利路亚 在那边绝书 哈利路亚在那边绝书 我不是参加哦 我不是参加他们的活动 也不是有参加这个祭拜的仪式 我只是刚好在一个棺材前面 跪下来祷告而已 那这样传道 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 我说啊 问题没有解决 还有你这一次的洗礼申请 被拒绝了 被拒绝了 为什么 因为信仰的路 不能够走这种 老是想要在这种灰色地带 弯来弯去 老是想要用各种的方式 来说服自己 来逃避压力 因为这样子信仰路你是走不完的 你是走不完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有特别 在上个星期有特别讲到这一段 这个境界祭偶像的仪式活动 或者是祖先崇拜的这些仪式 吃跟偶像有关的东西 这也不行 那还有什么 还有包括这些算命抽签 塔罗牌 水晶球 独手文 这些我们通通不参加 因为你是属神的 所以我们就不再活在这种偶像的控制之下 那接下来讲下一个 那这里说 进阶记偶像的物和血 并勒死的牲畜 那下一样是血和勒死的牲畜 它其实两个的意思是一样的 为什么血不可以吃 那勒死的牲畜 就是像 当然现在比较少见的 我也没有看过 讲实话我也没有看过 我是听说在早期 老一代 他们有时候像抓到 因为食物不够 他们有时候会去抓鸟 抓麻雀 抓班旧 他们会抓鸟来烤 烤鸟来吃 我是没有看过 那不是 我的年代没有见过 但我是听他们说 抓到以后 常常就是直接捏死 捏死 把那个鸟的脖子这样一捏 或者头一转 鸟死了 没有放血 就这样子直接去煮来吃 或烤来吃 说这样子 比较营养 比较健康 这个 你吃的这个动物 里面的血 带给你生命 带给你力量 在一些文化当中 他们可能在过 就是比较久远的历史里面 这个 他们的祖先 可能有一种比较 比较 有一种比较 这种有一种观念 就是吃血 可以给人 带来活力 所以我们讲说 吃血补血 吃脑补脑 所以听说很多人喜欢吃猪脑 吃猪脑 所以说吃脑补脑 脑力不足 拿猪来补 这也是 我是知道 猪是一种非常非常聪明的动物 所以我是没有那种错误的认知 有人觉得说 吃脑补脑 你吃猪脑变猪脑 你吃猪脑补猪脑 越来越像猪脑 有人觉得说猪很笨 其实猪不笨 其实猪一点都不笨 猪在动物里面 智商算是数一数二的 超级聪明的动物 所以吃脑补脑 吃血补血 吃什么补什么 这是可能 有些文化当中的一些传统观念 但是不管你的传统是什么 不管你的文化是什么 当圣经把它明文规定说 你不可吃血 你就是不可以吃 就是不可以吃 那这个勒死的牲畜 血没有放出来 所以也不可以吃 也不可以吃 这个是圣经上的教导 其实从创世纪 我们可以看几节经节 从创世纪一开始 就有特别的吩咐 我们看创世纪 创世纪的第 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九章 第三节 第三节 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 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 如同菜书一样 第四节 唯独肉带着血 就是他的生命 你们不可吃 所以这里是 这一节 这里是有关于不可吃血的 最开始的要求 这是在创世的时候 神亲自吩咐要求 所以请不要把这个事情连到什么 旧约不可以 新约就可以 犹太人不可以 我华人就可以 在创世纪设立这个要求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种族的分别 他那个时候呢 只有在创世纪的这个时候 只有亚当跟他的子孙 亚当夏娃跟他们的孩子 这时候世界上没有分种族 也没有分文化 没有所谓的华人文化 这个乃国犹太人的文化 的关系 他们不行 但是我们 请不要 因为 因为为了要做一个 为了要本的准备 所以我去查了一下 有关于吃血 在今天基督教派当中的讨论 其实很多的基督 有好几个基督教派不反对的 他不反对的 应该讲说 他告诉你说没关系 圣经里面讲说 不可吃血 血是活物的生命 神说的 这是神说的 但是他告诉你说 没那么严重 没有关系 我们今天是得自由 被释放 我们是活在恩中爱中 所以这些旧约捆绑人的重担 你通通可以不用手 好棒 好快乐 好自由 好快就下地狱 这就是今天许多人信耶稣 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他们喜欢挑一些 把门开得很大 路做得很宽 的基督教派去参与 他们告诉自己说 我是基督徒 但是骨子里面 却不用遵守任何圣经上的教训 那有些基督教派 也完全 抛开了他们 劝人为善 引人到基督的责任 我们先不讲 他们教导的道理的错误 一个基督教派 他基本的观念应该是 使人更认识耶稣 使人更像耶稣 不是吗 这是最基本的观念 但是有些基督教派 为了要增加人数 为了怕信徒离开 为了怕这个信徒感到 捆绑束缚而不喜欢 因为他们人少了 奉献就少 奉献就少 能花的就少 不是吗 所以有些基督教派 为了怕得罪信徒 而不断地把这种道理改变 或者是道理遮掩 把门打开 然后把路拓宽 只要你喜欢 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所以我刚刚看了一些 其他基督教派的一些 关于可不可以吃血的 讨论跟文献 让人感到很悲哀的事 有三种 第一种 就是像真耶稣教会 圣经写得非常清楚 不可吃血 所以我们要求信徒 你不可吃血 就是这样子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引了几节圣经 什么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敬虔公义这些 所以他就引了一节经节说 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所以吃喝什么都没有关系 包括吃血或吃记偶像的物 你看我们刚刚讲说 什么叫做断章取义 就是把一节经节拿出来 砍头砍尾 然后只讲自己喜欢的部分 然后扭曲他整个意思 最后就是 你高兴 我高兴 你觉得很自由 他到你的奉献 那你happy 我happy 大家happy 只有神不happy 魔鬼也很happy 魔鬼 就像夏娃遇到魔鬼 蛇跟他讲什么 神岂是这样说吗 那夏娃的回答什么 是是而非 夏娃说 没有啊 是怎么样怎么样啊 所以就是什么 少少的扭曲了神的话 来达到满足自己的喜好 魔鬼不是也在试探耶稣的时候 也是这样子讲吗 说啊 你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啊 神会吩咐他的使者 托住你的脚 圣经原本是这样讲的吗 他讲的是 你在路上行路的时候 你行远路的时候 不小心跌倒 神的使者要托住你的脚 没有叫你故意的试探神 从高楼上跳下去 然后说神会保守我的脚 这叫做试探神 但是魔鬼就砍头砍尾 中间拿一小段 就像有些基督教派说 什么这个吃喝啦 节旗啦 月朔啦 安息日啦 这一些都已经不重要了 全部废掉 全部废掉 所以东东都不需要遵守 通通都不需要遵守 所以这是一种 对基督徒来讲 这是一种被欺骗的悲哀 那对这些 用谎言来欺哄信徒的 这些教派跟牧师来说 这是在神眼中 极重的大罪 什么叫做瞎眼领瞎眼的 最后都掉到坑里 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创世纪起初 神在最起初 所亲自的吩咐 最起初亲自的吩咐 不可吃血 到了立位纪第十七章 也是讲 说血是生命 血是活物的生命 所以生命要拿来做什么 献祭归神 所以不可吃血 对不起 立位纪第十七章 立位纪第十七章 说不可吃血 那生命纪里面 也是这样说 在生命纪里面 我们看生命纪的 生命纪的第十 十二章 生命纪第十二章 第二十三节 说只要你 只是你要心意坚定 不可吃血 因为血是生命 不可将血与肉同吃 不可吃血 要倒在地上 如同倒水一样 不可吃血 这样你在你行神 眼中看为正的事 你和你的子孙 就必蒙福 连续三次 连续三次 不可吃血 不可吃血 然后底下 说什么 你那个血 要拿去献祭 血要拿去献祭 所以到了新约 在这边 使徒教会 定下一个规矩 一样 圣灵与我们 一同定义 说不可吃血 或勒死的牲畜 血没有放出来 所以今天 这不是一个 文化的问题 也不是新旧约的问题 更不是你个人选择 喜好的问题 圣经里讲得很清楚 不可吃血 但是我们在这里 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不可吃血是 不要把血当作食材 像我们有时候 不小心 像不小心 有时候被纸割到 被东西割到 paper cut 有时候被割到 我们有的人 会有习惯 就把手指头 放在嘴巴里面 当然这个习惯 也是蛮奇怪的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是这样子可以消毒吗 这个要问医生 有的人就是这样 就把它放在嘴巴里面 然后再吓一跳 说糟糕了 我吃血了 我会下地狱 其实 你有把自己 当作食材吗 这样用力吸两口 说挺好吃 应该是没有吧 应该是没有 所以我们讲的吃血 是把它当作食材 把它当作料理 就好像有些文化 像我们所知道的 这个什么鸭血汤 这个血里面会直接加 这个汤里面直接加 加鸭血块 其实在大华99年也看得到 他们有那个block cake 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些 有些那个卖猪血 或者是鸭血 鸡血 我们不知道 那或者是酸辣汤 有时候你会看酸辣汤里面 他们也会有加血 所以我们如果喜欢吃 这一类的东西 你有两个选择 那要么你就自己做 你就自己做 要么你如果在餐馆吃的时候 你如果不放心 你要问一下 你如果不放心 你要问 因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很害怕 又吃下去 因为想说 一碗汤四块五 一碗汤四块五 没有吃就浪费了 你这样喝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说 这一块是什么 好害怕 好害怕 但是你又为了那个四块五 然后又觉得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问 这个就是罪 这就叫做试探神 所以你如果到外面吃 你喜欢点这种 人家平常很多 都会有加血的东西 那你要问 你要问 你如果不好意思问 你就不要点 你如果点了以后不敢吃 你的点了以后 有害怕 你就不要吃 不要为了四块五 让自己在神面前 担罪 你的灵魂没有那么便宜 你的灵魂 一定价值四块五 五块以上 一定的 所以不要为了四块五 五块钱 然后在神面前 会有亏欠 很害怕 这是不值得的事情 所以 像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我们就不吃这些东西 像华人喜欢吃出血糕 这个也都不可以 通通不可以 那有人在问 那吃肉呢 像我们烤肉的时候 在烤牛排 烤牛排 有人吃比较熟 有人吃比较深 这也是一样 那那个其实 如果你仔细去看一些科学的报道 其实那个肉 牛排肉 烤过以后里面红红那个 那个不是血 你可以去做一些 去看一些这方面的报道 但是他一样有一个原则 就是什么 会怕就不要吃 你会怕就不要吃 心中不平安 就不要硬着心 去吃这些东西 所以像有的人吃比较深 像我本身 我牛排大概是吃五分熟 我大概是吃五分熟 有人吃六分 有人吃七分 你如果很害怕 你就吃全熟嘛 你就吃全熟 那当然 牛排吃全熟 是有点浪费 在德州有一间旅馆 对不起 德州有一间餐厅 你如果去那边点牛排 一间牛排馆 很有名的牛排馆 你如果点全熟 这个厨师会很生气 你点全熟 他会出来拿一双皮鞋 然后放在你桌上说 点全熟 你吃皮鞋就好了 所以 当然这只是题外话 但是原则上是第一 我们不蓄意把血当作食材 做料理来吃 像猪血糕 像血块 鸭血汤 这些东西 我们通通不接受 不吃 其实像那个德国 他们有血肠 Blood Sausage 他们有那个血香肠 血肠 这里都不吃的 通通都不接受的 所以 第一个原则是 你不以血作食材 它不是你的 它属于神的 第二个 心中有恐惧 不平安 就不要试探神 不要去吃 不需要为了这么一点点小事 不吃不会怎么样 不要为了这么一点点小事 来让自己的良心不平安 在神面前天良有亏 那个良心的天平有亏欠 所以这是在关于吃血的问题 给我们的一个提醒 好 那再来 接下来讲说 我们看回来 《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 它说 就是禁戒记偶像的物和血 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 那在这里讲到第三个 我们已经讲过了 这个记偶像 跟偶像崇拜完全不相干 那第二个 讲到血是生命 是拿来献祭属神 所以 人 不能够吃血 但同时它里面也有一个教导 有一个教导就是 请尊重生命 请尊重生命 这里另外一个题外话 题外话就是 请不要虐待动物 请不要虐待动物 虐待动物也是一种 不尊重生命的表现 像有时候你会在新闻当中看到 有些什么 看到有什么 狗在路边晒太阳 开车的人就特别绕过去 把他脚撵断 你要小心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 人 你只需要尊重人的生命 把什么猫从五楼丢下去 你不要忘记了 你不要忘记了 圣经当中 在约拿 在约拿书 圣经里面神 没有将尼尼围城毁灭 他里面讲什么 说里面还有许多的牛羊牲畜 神讲的 神不毁灭尼尼围 跟里面有很多的动物是有关的 神爱动物 动物是他创造的 你可以不喜欢动物 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养狗养猫养动物 不是每个人都喜欢 你看像我就很喜欢 所以我家已经快要变成动物园了 所以有的人喜欢 那当然有的人就是不喜欢 像我岳母都常说 我岳母说 她是不爱动物协会 她不喜欢 不喜欢这种毛毛的东西 不喜欢 这都没有关系 这是个人 个人天生就是有的人喜欢 有的人不喜欢 有的人会过敏 这些都没有关系 你不喜欢他 不代表你需要去虐待他 走过去 看到一只动物 一只猫 一脚 一踹 你小心 所以 不可吃血 也包括了尊重生命 尊重生命 因为不要忘记 生命是神所创造的 所以我们在 我们在面对 这些我们周遭的活物的时候 要小心谨慎 小心谨慎 那当然了 我知道有人就可以开始问了 那蚊子 苍蝇 蟑螂 老鼠呢 这种也是生命啊 当然这就已经脱离我们目前的范围了 你也可以说你是在保护你自己啊 就像 一只狗冲过来要咬你 你不能说 我要尊重生命 那你咬吧 你咬 咬完左手 再换右手 这不叫尊重生命啊 你要保护自己啊 蚊子 苍蝇 蟑螂 老鼠 它如果对你的生活当中产生了伤害跟影响 那你就保护你自己做你该做的事情 所以 当然这个当中有一些 要衡量的地方啊 我们这圣经里面并没有 在这一方面给我们很详细的 很详细的内容说明 但是有一个原则啦 原则就是彼此尊重 人跟人当中的彼此尊重 还有 这个对这个生命的存在 多一份的尊重 这个也是 让我们有一份怜悯的心肠啊 只能这样 我们就停在这里就好了 那最后这里讲说 淫乱的事 淫乱的事是今天 信仰当中最大的挑战 最大的挑战 其实啊 人的挑战啊 信仰路的挑战大概在两个 两个比较严重 两个比较极端 一个就是什么 软弱被过犯所剩 犯淫乱 另外一个是什么 严谨 持守 持守道理 非常 属灵到 骄傲 那常常都是这两个极端 这两个极端 一个就是像法利在人 你看像我这么好 像我这么棒 不像那个隔壁的 那个软弱的人 所以到最后就什么 在骄傲 骄傲就带来败坏 这是一个 但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什么 就是被世俗所同化 被欲望所牵引 到最后就在淫乱上所跌倒 那这个淫乱的问题是今天许多年轻人 不只是年轻人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年轻人 是年轻人到轻壮的中生代 甚至有的到年纪比较大 都有可能会出事情 其实不谨慎 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 你如果不谨慎 都有可能被吞吃 所以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说要尊重婚姻 床不可污秽 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所以这个男女之间的关系 或者是情欲上的引诱 是我们今天信仰当中 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非常大的挑战 对那个还没有结婚的年轻人 常常是对异性的好奇 或者是荷尔蒙的冲动 那甚至再糟糕一点 就是受到一些不良的刊物 网站的影响 使得这个脑海里面 充满了这种罪恶的思想 到最后魔鬼设陷阱 你掉下去就是一辈子的终身遗憾 这个是这个年轻人 尤其像我们看 在我们的现在的社会 西方社会 我们虽然还在说 我们是基督教社会 但其实早就不是了 美国是以宗教立国 美国以基督教立国 甚至在应该是国会大楼 他底下埋了一本圣经 美国虽然说是宗教立国 但是其实是早就已经远远的偏离了 叫圣经的精神 虽然美国有极大数量的基督徒 但有太多的基督徒 早就完全不遵守圣经上的吩咐了 所谓的基督徒到最后 就是一个名称 我信耶稣 还有一个活动 就是上教堂做礼拜 只有这两件事情 他们就觉得我是基督徒 那至于圣经当中更重要的公义怜悯 这些行公义好怜悯 纯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这些早就已经不知道被丢到哪里去了 所以你看像在意大利 意大利的黑手党 意大利的mafia 意大利的黑手党 你不要看他们杀人放火 杀人放火 卖毒品 什么都做 他们都是非常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 是啊 星期天一定全家大小一起上教堂去做礼拜 很虔诚啊 很虔诚啊 星期一 星期天做完礼拜 然后星期一杀人放火 那就是他们的生活 信仰跟生活是完全隔开的 信耶稣归信耶稣 杀人放火归杀人放火 这就是现今很多基督徒 当然这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但是其实啊 其实啊大同小异啦 大同小异 现在有多少的基督徒也是 星期天上教会做礼拜去告解 星期一开始 就是犯罪犯淫乱 这个偷蒙拐骗样样都来 但是他们觉得自己还是非常虔诚 非常虔诚 一样觉得说我是重生 我是重生的我会得救 这就是一个 这是一个现今在基督教界里面的一个现象 当然这也跟这些基督教派不断地给他们错误的观念 错误的资讯 遮掩了神的道 来欺骗这些人 使得大使得许多人都觉得说 没有啊 牧师就是这样讲啊 神父就是这样讲啊 有问题来告解 问题大多奉献 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我们今天 外面世界怎么说 外面世界怎么做 跟我们都没有关系 我们只在乎什么 圣经怎么教 圣经怎么讲 所以在这里讲到淫乱的事 在未婚以前 未婚以前 要保守圣洁 要保守圣洁 圣经里面讲说 苟和行淫的神必审问 那在结婚之后要尊重婚姻 不只是身体上不能犯淫乱 与自己配偶以外的人 有发生关系 就叫犯淫乱 除了身体上不能犯淫乱 心灵当中也要保守 对另外一方的 对自己配偶的忠贞 这个也是 这就是 因为你看世代 如果有机会读一读 神为什么毁灭世界 在那个创世纪的时候 为什么洪水灭世 你看 洪水灭世最大的主因 主因 主因 就是什么 缺乏对婚姻的尊重 那时候圣经里面讲说 说他看人的女子美貌 就任意娶来为妻 任意 这个娶了 明天丢了 换了下一个 就是对婚姻没有尊重 男女关系很随便放荡 活在淫乱当中 神就用洪水将那个世代给毁掉了 所以 当年是这样子毁灭世界 我想到最后 这个世界应该也是在淫乱当中 被神的火来毁灭 但是 至于毁灭当下 你是在方舟里的人 还是在方舟外的人 那就决定 看你遵守道理的行为了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说 挪亚是当代的义人敬畏神 义人敬畏神 所以他和他的全家就在方舟中保全了生命 那我们今天如果 也是一个义人遵守道理 那我们就能够 一样在这个方舟当中 在这个末世的灾难里面 能够得到保全 能够得到生命 所以现在社会 社会的道德非常堕落 美国的法律一再的放宽 甚至在前几天 天主教所谓的教皇 也正式的公开宣布 支持同性恋 那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走向 因为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奇怪了 因为天主教就是梵蒂冈 梵蒂冈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宗教团体了 他不是 梵蒂冈是个政治团体 他只是披着宗教的名 但他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团体 他的 天主教的基层 普通信徒里面 有很多很虔诚 他们只是 有 只是被灌输了错误的知识 但他们是真正 很虔诚 努力相信神 但是天主教的高层 很抱歉 他根本不是宗教团体 他就是纯粹一个政治动物 政治团体而已 就是政治团体而已 跟任何的国家政客 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 今天教皇出来做这种宣布 其实也没有什么奇怪啊 他就是一个政治正确的口号而已啊 所以世界的道德不断下降 法律不断的放宽 甚至一些所谓的宗教团体 不断的改变圣经的要求 但是你跟我 你跟我 我们是真正信耶稣的人 我们爱神 所以我们守他的命令 所以要重视 保持圣洁 尊重婚姻 然后 努力的 跟我们的另外一半的配偶 同奔天国路 同享天国恩 所以这个是 信仰当中的最基本 这真的就是最基本 不要拜偶像 或跟偶像有关 不要吃血 尊重生命 不要犯淫乱 要保持圣洁 就是这三样 这叫做最基本 如果有了这个 我们再来开始 往上面建筑 包括 我们要改变自己的脾气 我们要为主 忍耐到底 我们要为主受苦 受苦当中能喜乐 要行道 要做圣工 这些都是在这个最基本的根基当中 之上再慢慢建立起来的 但是如果没有根基 说圣经里面讲说 义人的根基若毁坏 他还能做什么呢 如果你连这三样最基本的根基 脱离偶像 尊重生命 保持圣洁 如果连这三样你都不做 不做 剩下的 通通不用浪费时间了 不用 没有根基 你什么都不能做 所以 这里是给我们 这个弟兄姐妹 还有 我们的朋友 来告诉我们说 信耶稣是 信耶稣这一条路并不容易 他是需要 付出努力 因为主耶稣讲说 努力的人才能得着 当然 我们没有办法只能 我们没有办法一直靠自己 如果一直靠自己 只靠自己的话 就会成为重担 好像犹太人 他们有了摩西律法 但是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 这个 这个 这个重担 不是他们所能承担的 所以 知道错而不能改 知道罪却仍然行 这就是旧约的悲哀 所以如果我们只想要靠自己 来建立根基 到最后我们可能会 到最后我们应该会失败跟失望 所以 为什么神要赐给我们圣灵 说圣灵要成为我们的力量 成为我们的帮助 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要下决心 有努力 但是最重要的是 靠着神所赐的圣灵帮助 使我们能够 能够打好这基本的根基 然后在上面建筑 美好的工程 那到最后 当神来验收的时候 可以对我们感到满意 好 那我们今天的 这个简单的分享 就在这边 做一个结束 我们就一起来 做结束的祷告